另外一层的这种锻炼 主要是综合能力了 这些就是主要联的 好 开场哨吹响 腾讯体育 文英带来的2021中超联赛第十轮的比赛 好像停了吧 直接打向门前 前点埃弗拉的回头望月 打进了武汉队今天的第一个进球 埃弗拉的空翻又来了 所以说你看黄玉敏的发球质量 对吧 而且这个传跑结合 对 他的球速 主要是发球的球速很好 八场比赛三个进球 在队友的掩护之下 冲到前点 在塞尔吉尼奥的盯防之下 把球顶进 抢到前点蹭了一下 这个球前点是埃弗拉顶进去了 你看这个角度的话 没有人碰到的话 石耀天也够麻烦的 所以说你看黄玉敏发球 就发这个点 贼 油 狠 塞尔吉尼奥好球 连停在坐交给谭龙 谭龙回给塞尔吉尼奥 塞尔吉尼奥打门 门前脱手 哎呀 地台滑了 所以说你看了吗 长春这种中路的身体 哎 好球 埃弗拉到这边 到这边看看能不能打门 奥克雷不给空间 还是打门了这球 石耀天稍微指尖摸了一下 把球摸出了底线 哎呦 这个球有点不应该 后场失误 浩俊敏直传 直接找洛佩斯 洛佩斯摆脱了 打门 好球啊 这脚球 直挂圆脚 险些打进球门 疯得死死的 谭龙好球 人数的优势 王鹏再给左边 可以好好传中一脚 到门前内钢 抢到了 这球还真的顶尽了 这就是李壮飞直到 刚刚说的 靠实力去争投球 没有丢位置 中后位一直挂在身边 就是靠这个投球的硬实力 然后他也没有面向球门方向 中路的连续渗透之后 给左边拉出了一个空间和机会 全收缩中路了 武汉 然后内钢这个球 从李超的身前 跑到了杨博宇的身后 对 这个球是杨博宇 杨博宇确实是也好像顾不到 应该是 这就是您说的 硬实力顶头球 大家刚刚一开始 李小岛光在这说 硬实力顶头球 大家还没明白 这个一个现成的例子 你像以前这个踢球 比如说杜维杜哥 李伟峰 但是目前这十分钟 还都没有找到 特别好的进攻的办法 埃里克交给谭龙 谭龙正面可以打门 有没有补射 内钢打门 王志峰两连铺 打得质量也相当好 这边埃里克有机会 埃里克牵进来 对方防得也很紧 不给打门机会 蒋哲 再传 后点 门前头球打进了 来自谭龙的头球 甘把原地的头球 这一下顶得很见功力 三个进球全部是头球 说啥 这个在缺少外援中位情况下 确实是这个 稍微感觉薄弱一点 郝景敏转向中路 自己往内部切 往内部切 这球主在半 给了点球 郝景敏往内部切进来 直传给埃夫拉 埃夫拉在奥克雷的纠缠之下 倒地 再看看回放 奥克雷还是 他老是把人放得有点远 自己上这一步 上去以后没停下来 埃夫拉和蒋哲也在这边 你看 蒋哲在这就不看着球门 就看埃夫拉 看看洛佩斯 用不用补射 变节奏 晃过了守门 石耀天把球打进 打得很稳也是 也是郝景敏在中路的一个摆脱 然后往前的一个直传 埃夫拉这个走的点球 塞尔基尼要前插接球 再回给埃里克 埃里克变线 自己往进区里面突 坐一下 埃里克扎进进区 小角度打门 哎呀这球离完美只差一步 埃里克这球是从 所以武汉来说 虽然还是不能赢 但是至少也又没输 积分还在慢慢往上涨 在这个赛区 尤其是今年的这种赛制之下 第一阶段多拿点分 还是挺有必要的 你甭管